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6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就是 剛剛我們為了 令到大家知道 6月1日錄音 6月1日的恆生指數開始 高開500多點 然後進一步擴大升幅 一度升到800點 那麼肯定是今天了 不是昨天的 好了 那麼我們 就記得 聽之前 支持6部曲 因為呢 最近Youtube我發覺有一個 對我們很離譜的現象 昨天我們出五條片 五條片都是黃標的 由下午出到晚上 睡覺前都是黃標 一路都 不肯把它改回 那到那些view都跑光了 大家看光了 他就讓你去回正常了 上訴了 上訴成功了 這樣的政策 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受盡Youtube的迫害 所有的view 老實說 由你 一兩萬的時候 增長到10萬的時候 那8萬人的view呢 基本上大家看到 但是看不到廣告 也沒有辦法 看不到廣告啦 看到片 好啦 那些片到20多萬 他才讓你有正常的廣告 那麼大家 可想而知 對我們的打壓是多麼嚴重呢 是不是 那麼所以啦 支持六部曲 我們沒有 這個廣告 你看到我們那段沒有廣告呢 就麻煩你在第二段幫我們按 看看 那麼因為呢 由於 各位幫手的關係 那麼我們呢 其實也可以維持到我們的正常運作 好啦 那麼支持六部曲之後呢 我們說回今天的主題 那麼 那麼 美國的這個明尼蘇達州 46歲黑人男子 叫做佛洛伊德 上個星期 懷疑被白人警員壓頸致死 這個呢 被人跪頸 在香港的示威是見得很多 那麼當然啦 這個男子 他的死因是不是因為跪頸呢 現在呢 警察的說法就說 他不是因為死於窒息 當然啦 你警察當然是 法醫一定是跟警察緊密合作的嘛 法醫是警察的最好朋友來的 他一定是寫個報告對警察有利 所以死者家人呢 是不服這個 這個分析 這個死因呢 就是重新找兩個 比較專業一些 或者是獨立一些的這些醫生去檢查 這個呢 這件事呢 其實是引發了全美的大暴動 也是牽動全世界的 為什麼呢 其實在美國 警察對黑人其實從來都是種族歧視 這個原因是基於這個安全考慮 我們也分析過 不是說全部偏幫 不可以偏幫黑人 也不可以偏幫警察 因為在警察心目中 黑人 恐慕有力 個個都 很大件 爆炸力很強 大家看到短跑 看到運動 看到拳擊 都是黑人的天下 是不是 原因就是他們那個肌肉的爆炸力 是比 白人 比亞洲人是爆炸力強很多的 這個是有科學的根據 不是說生安百造 那麼除了體質之外 很多黑人其實都是由於那個生活條件的問題 是 要麼就做基層 要麼就淪為一些黑人 或者是參與毒品賣賣 或者是參與罪案 所以警察一般當黑人 全部都是當毒販 全部都是當賊 所以 先所有有那麼多那麼離譜的事 當然不排除有很多警察是種族歧視 因為連這十幾歲的黑人小孩都照開槍照射殺 不論男女 那麼這件事呢 其實是美國獨有國情來的 其他地方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關於對待黑人來說 好了 那麼這件事引起美國全國的大 反對警暴很激烈 亦都是 反對種族歧視 種族不公 那麼之後呢 就演變成事 這個暴動 中火 搶糧 以前我們 這個節目講過很多年了 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 包括愛爾蘭 包括英國 美國 法國 任何五千人以上的這些 遊行最終就一定是演變成暴亂 之後呢 就是搶糧 焚燒車胎 燒汽車 搶店鋪 搶珠寶 搶銀行 然後放火 到處放火 這些是 一定有的了 所以香港的示威是全世界都沒見過的 200萬人上街沒有銀行被搶 當然你說香港有啦 香港不是 私了的店舖 又說是裝修 又說是火燒 即使香港的示威只是燒了中國銀行 這個是對於這個政權的不滿 從來沒有人進去搶錢 當有人 在小米 旗艦店想偷手機的時候 都被示威者綁住 因為他們 不是賊 他們是 抗議 好了 有些阿姐進去 優品360偷東西 依然是被人制服 所以呢 香港的示威跟全世界是有別的 當然可能有些人覺得香港是很溫和 但是這個是一個 長年累月的問題 香港人 沒有人習慣 打架 也沒有人習慣暴動 而美國 或者 英國 他們球迷 輸了一場球也暴動啦 都放火 到處放火啦是不是 那麼這件事 其實就是全美16個州 有25個城市已經宵禁了 這個是截至星期六 那麼 那麼 八個州已經是啟動 以及首都華盛頓 DC也是有趙鳳 召了國民警衛隊 那麼這班人 即是 示威者甚至是衝擊 白宮 那麼當然特朗普當然是 借著這個機會 就是要強硬對付 因為現在他那個在國內的民亡也是進一步下跌 那麼這個有很多種 基於很多種考慮 那麼現在不單止 這個情況出現 美國 為什麼我們要特意說這個話題就是因為 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 警察 是一個 有權力的人 有公權力的人 有武器的人 他可以執行 這個公務 當然 他可以在執行公務的時候 濫用私刑 行使他自己的個人的事例都有 但是幸好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 他是有輿論監督 也都有法律 政府是選舉出來的 沒有人可以包庇警察的暴力 當然 他可能 選擇偏少少 但是 下次選舉的時候 他很大機會 會被人趕下台 這個就是美國 這個就是民主社會 而香港的情況 這個美國 或是跟英國 或是跟全世界的警暴問題是有區別的 現在香港的警察是沒有制衡 他們專門攻擊傳媒 他們視傳媒如仇購 仇購 如果別人說要 追究政治 要咬著這些字 就是 這個 記者如仇購 好了 不單止是記者如仇購 他是視所有人民如仇購 因為人民質疑他們的權力 當他們是有無相權力 而不受監管的時候 現在香港 整個 政府部門全部都要看警察頭 因為警察 是唯一維護這個政權可以合法 其實都是非法的 是唯一可以用 暴力 去維護這個政權的統治的時候 所有的部門都要向他 撫手清實 包括林鄭月娥 所以嚴格來說 現在香港是由警隊管治 當然警隊上面還有公安部 還有國安 還有黨委 所以現在真正統治香港的 已經不是香港政府 也不是一個 文明的社會 不是一個穿西裝的人 是一班 衣冠禽獸 我們說回美國 有警員 單膝跪地 向示威者下跪 也有警察放下他的武器 放下他的警棍 跟示威者一起 這個就是 民主社會 當大家 也有同理心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對 15、16歲的少年下手呢 我們昨天看了一宗法庭新聞 有兩個 早幾天出來的 破壞了一個叫做喜茶收銀機 然後就被警察拉上警車 在警車上狂吐 16歲 你們 警察 有沒有聽過叫大哈勢被示威 竟然對16歲的小孩可以打得下手 拳打腳踢 打到成面血 很多學生被警察打到成面血 這些情況 不是說美國沒有 但是美國做了這些事情 他是會受到制裁 而香港 暫時 看不到這件事 所以香港距離公義越來越遠 距離這個 我叫做 正義的社會 是遙遙無期的 很多人都說 是不是上帝會在很多地方缺席呢 是 上帝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 是一律缺席的 因為這個上帝叫做以色列上帝 當然這個是牽涉到宗教問題 因為在別的地方 他們的名字不是叫上帝 稱呼做阿拉 或者稱呼其他東西 好了 我們要說回呢 現在美國的社會 其實是一個很深層次的矛盾 原因就是特朗普把這件事 歸咎在一些 極左派的 左翼的 反菲薩斯運動的一個組織 他們在美國 煽動暴力 當然中共也打射翠滾上 有人說是跟香港示威者一樣 這些是黑暴 對 既然 香港示威者是策動美國暴動的黑手 我懇請美國一定要來主事公道 起碼派 5萬個特種部隊來佔領香港 然後逐家逐戶搜查 我保證我們香港人一定將這些黑暴 綁起 交給你們 美國發狼 甚至乎 我們為了賠償你們美國的損失 我們呢 願意 將香港永久割讓給美國作為殖民地 作為美國損失的賠償 這個可以拿出來公投 不是我一個人說的 我是作出一個提議 拿出來大家公投 如果香港市民都同意的話 那我們唯有賠給美國啦 因為 打爛了人家 一定會賠給別人的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責任問題 我認為我們 作為這個龍的傳人 是一定要有責任的 好了 這節時間差不多 拜拜 戰爭 如果問資 Jim